高雄的風景庫 冷地潭 因為欠多水進來 只能扣到滷火的火水 現在水位是嚴重下降 民眾就煩惱 是水問題影響到觀光 也會造成環境惡化 讓市政府要趕緊解決這個問題 高雄冷地潭的代表冷火塔 原本應該四個都是水 現在旁邊所變成一片草波 就在草波到冷火旁邊走來走去 冷地潭是高雄UK第二座風景庫 但這幾年水位一直下降 減了製救一公尺 造成湯邊的土都現出來發出草 旁邊這些不是浮品喔 這邊已經是漲草 它整個是泥土都漏出來 那正常來說 我們的水位大概是會比現在 再高一公尺左右 那因為這個 這個鐵路地下化之後呢 它產生一個斷流 所以整個聯池潭變死水 環環標示原本冷地潭的水圓 來組織工新準 對縱關替路可以暗水 流到冷地潭 但懷疑可能是因為鐵路地下化工廳 這等暗水倒 造成垃圾沒辦法進來 但可以靠河水 水水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不然影響到水上垃圾跟觀光 也可能影響環境 讓個延 언ancia 早上垃圾跟當地幾乃 Nuncord 現在疫情風地阿 不然現在灰汽怎麼滑 水會降低水質的問題 水質問題那因為會影響一點那個環境衛生嘛 總是會會涨一些蚊蟲嗎 環環與黨財經佳政府 散告和地民用水 挑來連地談 解決答庫的問題 記者談判有口徵準格向報道